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在市长施政总咨询中引用中加新闻对于林敏勋议员积极争取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设置全市第一座宠物公园的报道 咨询市长林又昌在暖暖运动公园设置全市第一座宠物公园有希望吗 在市府的努力之下我们刚才有提到暖暖运动公园已经是全区的老旧设备都已经更新 然后朝着这个购隆市公园让长辈啊让青年朋友让小朋友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玩 那现在很多其实很多的市族啊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毛小孩当成是自己的宠物当成是小孩来照顾 就是说那我们希望说如果全家大小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小朋友还可以带着宠物都可以一次到运动公园来完成所有的这个修气 我觉得这非常棒所以我还希望说这个在选址的条件之下全部都符合情况之下 我希望可以来这个第一座宠物公园可以设置在暖暖 那这边我想请市长来回答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第一座带暖暖的可行性高不高 机动市长林又昌答复时透露目前在各个地点的评估中暖暖运动公园是所有地点里面排名在第一优先的位置 好非常谢谢林明星议员的关心 那这个设立宠物公园是我的一个政策 那现在已经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那目前呢暖暖运动公园在各项的条件的一个这个评估上面 暖暖运动公园是最优 那所以我想在经过最后阐发处以及后续要委管的单位进一步协调之后 我想我们就可以做最后的一个确定 那从目前看起来暖暖运动公园是应该是排名在第一优先的一个这个位置 好谢谢 好谢谢市长 感谢那我们希望就是从市长所讲 我们可以排名第一 然后第一座本是第一座的从屋公园可以设置在暖暖 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请市长这边 看可不可以在这个经费上 是不是在之后在追加决定上都可以来做争取 因为目前我们现在规划的这个建设经费是500万元 那500万元其实只能做一个比较基础的 因为市长那时候政策是希望说期需大概有7个 可其实这个在设置跟规划上 可能这个期程会拉得相当长 那如果与其是这样 我们希望可以集中这个资源 把它的建设经费提高一点 可以让这个在运动公园的这个环境 我们本市第一座 因为现在的毛小孩都必须要带到宜兰 带到新北市 带到内湖去 那我如果在本市第一座都可以设置的话 我希望它是一个很完善 然后很完备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宠物公园 那在500万的建设经费 实在是数有点少 那我觉得说这个经费上可能请市长再评估一下 是不是有机会来做一个追加 那在这边就是 也感谢市长给我们刚才的一个强行争 我们希望说宠物公园可以设置在暖暖 对于市长的答复 李敏勋也很开心 也希望市政府可以追加预算 兴建全市第一座很棒的宠物公园 那从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了报导